前一天我刚听人给我讲了一个上回国家队集训时候的故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老乔的第一次国家队集训当中打比赛 打对抗 打对抗 对抗比赛 后来打那两场水杯杯比赛 就那次 训练的时候打对抗 因为新教练啊 这运动员大伙都想在老乔面前展现自己啊 大伙的意愿都很强烈 当时呢有一天 这个打这对抗的成帅鹏啊 成帅鹏有点不服 小伙子 小伙子不服卢尔哥 那天他跟卢尔哥有点较劲 他们俩互相防的都身体好 成帅鹏身体也好 卢尔哥呢身体防提了 是吧 他们俩互相较劲 好 这个互相防 成帅鹏也来劲了 只要卢尔哥一防一 我就干 我就干 俩人真逗上 真逗上 来回来去 就这一打一 成帅鹏把一个突破过了卢尔哥了 进去冲击篮下 到里边啪一个大帽给扇出来 卢尔哥拿着反击 成帅鹏一防一 卢尔哥也不给别人 啪一个突破过去上篮打进 这打成帅鹏一个 成帅鹏生气了 好 我打你没打进 你打我一个 过来还敢卢尔哥 又一突破 突进去啪 又一个大帽扇出来 卢尔哥拿着球 又反击过来 又一突破 再打成帅鹏一个 当时据说啊 场面非常激烈 火星四溅了 这乔尔哥为奇看 脚停了 下来歇会儿 都冷静冷静 大伙都坐会儿 据说小成一下来 往这一坐 呼吃带船 他这波的队友也跟他说 别跟艾伦斗了 艾伦急了 他厉害 小成说他厉害 他厉害 我不怕他 我给你们看 我说 我看